好 再來回到公投的議題 現在民進黨已經開始放大絕了嗎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蔡英文 蘇貞昌 現在是不是公投的雙黃呢 這個黃為什麼是皇帝的黃呢 我們先來看 四大公投年底登場了日期 大家有沒有記得呢 1218 好 民團昨天就爆料說 中油現在以一個叫做 牧林公關費的預算 要求受補助的團體 必須要出席蘇貞昌的 公投說明會 請問這是不是叫做 嚴重的行政不中立呢 另外蘇貞昌呢 在行政院會還指示 除了中選會 除了法務部之外的機關呢 無需參與 其他的行政部門呢 通通要去宣傳 四個不同意的立場 這是公器私用嗎 民眾黨立委蔡壁如也來批評了 中油每一年呢 他們會編列一個 牧林經費6到8億元 你我納稅錢可是都有在裡面喔 但是說花就花嘛 現在居然被拿來動員起來 去補助社團 所以為蘇貞昌的公投說明會來造勢 現在蔡壁如也批評 這個就叫做 進化版的國庫通黨庫 行政官員 行政中立不是我們認為的最高準則嗎 什麼時候幫政策變成他們唯一能夠說的話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真的是亂七八糟 然後嚴重的混淆我們現在的社會價值觀 我們認為行政官員行政中立才是最重要 要去堅持的 而不是去幫政府去捍衛一些 似是而非的一些政策 如果說四大公投案是一個典型的公民政策 一些公共政策 一些公共議題的時候 那麼我們認為政府部門 維持行政中立才是最高的準則 真的是民主倒退 這有兩個問題 因為公投有行政中立法的適用 第一個就是假設他是政府官 他可以來操作反公投 但是他不可以用上班的時間 或者公家的資源 在做這種反公投的操作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廣大的事務官 不可以進行相關的反操作 但是我們怕的是 這些政府官利用公家的時間 公家的資源 另外會壓迫底下的事務官 進行相關的操作 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 像中油 台電 因為他們都不可以 但是他們都進行相關 反公投的操作 非常可惡 好 接下來你可能會很好奇 我們的納稅前政府都怎麼花 好 先前因為萊豬的議題 那麼大家就很怕 這個養豬戶會不會受到衝擊 於是乎就有一個預算了 但是現在立委就質疑了 奇怪 養豬的白藝基金 被爆料說縮水42%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直接怎麼喊 直接喊出沒問題 明年補回來 再來還記得嗎 昨天是什麼 昨天是藻礁戰場 好 藻礁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到了藻礁的戰場 來 我們先看一下下一張 昨天蔡英文馬上告訴大家說 看了藻礁之後 我們要保護藻礁 但是我們三階也是一定要蓋下去的 因為要蓋三階 我們要穩定供電 我們要降低空污 我們要淨零轉型 所以他就說 於是我們政府又要拿出錢來了 十億的保育基金 這個錢說拿出來就拿出來 但是到底要用在什麼方面呢 怎麼樣來保護藻礁呢 怎麼樣來達到淨零轉型呢 有沒有一個時程表 有沒有一個透明的 讓大家可以信服的十億元 大家可以接受 還是只是拿錢出來擺平而已呢 現在派生中正也表示說 這個觀塘的藻礁永存的部分 他說一路看來看去 他說網路上很多人會找到 八年前的照片 寫下藻礁永存 他說當時就是為了要呼籲保護藻礁 曾經說藻礁永存 現在拿出十億的保育基金 難道藻礁就可以留下來了嗎 三階到底要不要蓋呢 一二一八公投 請大家告訴政府你的意見 再來潘中正也說了 保護藻礁真的不是出一張嘴 把錢丟下去 如果說方向搞錯 抱歉只會更慘而已 所以從這樣來看 有很多的議題 蔡政府是不是都想拿錢來擺平呢 剛才說到這個百億基金 還有陳吉仲說的 國內養豬戶的產業的補助費 在野黨現在批評 這根本就叫做心虛嘛 因為要進口萊豬 因為會破壞藻礁 所以這些錢都在買贖罪券 蔡總統不能永遠只是想要用錢來解決任何事情 那萊豬的部分 百億的養豬的基金 那它還有一些道理 那在這個部分 藻礁的部分 用這十億的基金 我想昨天潘老師也說得很清楚 藻礁是要去護育 是要去保育 而不是只是花錢就有用的 所以我們再次的覺得蔡總統不是 不應該只是用這種花錢買贖罪券的想法 就想要擺平任何事情 她應該真正的去將心比心思考一下 那為什麼環團過去那麼支持她 而在現在卻在這個議題上面 有這麼大的不同 那這不是錢可以解決的 你完全錯誤了 所謂的百億的農戶的養豬基金的部分 其實在過去一年當中 我們的立法院就已經討論過 而且通過了 那這個藻礁的保育基金也是一樣 所以並不是昨天才拋出來的 那我想這個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生態保育的問題 或者是推廣我們優質的國內的國產豬 然後讓國內的養豬戶 可以在非常好的環境之下 有很好的經濟發展的市場 甚至可以外銷到全世界 我覺得這個都是好事 國人應該全力支持 再來在教育的部分 我們的納稅錢又花在這個地方 拿來買平板 學生一人一台 你覺得這樣好嗎 好 我們先來看 教育部現在打算要來推動一個 叫做中小學的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就是斑斑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 明年9月份說優先 編列給偏鄉的學生 每個人有一台平板電腦 可以來學習 連續四年 200億就這樣要投進去了 但是教育團體也提出說 國外有研究 如果說學生用平板上課 其實很容易會分心 很容易造成他們不專心 痛批這個根本叫做腦殘政策 政府在編預算之前 到底有沒有先請教專家 有沒有看一下國外的研究 有沒有想清楚 老師出題學生用平板作答 數位化教學現在越來越普及 教育部力推全國中小學學生用平板 明年9月將先採購61萬平板 優先提供偏鄉學校一人一級使用 預估四年投入200億預算 但有教育團體痛批 這是腦殘政策 教育團體指出之前交大教育所研究 發現手寫筆記和不動筆的學生 學習成效相差四成 另外還有美國大學研究指出 可上網的平板電腦等等 會影響學生專注力 以及用平板的班級期末考成績為例 平均比不用平板的班級低至少5分 可以做更多更重要的教育政策 而不是說用現階段的方法來浪費 澳洲有學校發現平板上的彈出視窗 容易造成學生分心 因此改回傳統執本 但是有老師認為 教學方法要跟隨工具改變 主要你是要看學生的互動 他如果今天互動慢了 等一下我在螢幕上面展現出來 他沒有回應 他就馬上全部都知道 我們的AI診斷技術 讓學習落後的學生 國音速三科的通過率很明顯 高出20%以上 從伊犁邦克剛之後 教育部推改革 但提出的做法也引發政反論戰 記者雲聖 蘇惟軒 台北報導 字幕提出